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收听《古惑仔》 今天特别一点,因为今天是找数时间 之前有六、八个订阅 邀请大家有什么想我说 留言,DM我 接着有不同的网友留言 和发信给我 今天我就找数 去选择其中一个网友的题目 去做一个短讲 很有趣,其中一个我今天选择的题目 是叫我说 打边炉的启示 我觉得很搞笑 其他有些都比较合理 有些可能是 叫我说些臭小孩 说些英国什么什么 又说些社工什么 那些更正路 接着有九五答八的 就说你不如说打边炉的启示 但我就是很喜欢去九五答八 所以今天我们就 讲这个题目 就许几分钟一剧过 这样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东西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什么故事都说 今天更加不足够 如果你是喜欢 或者你身边有朋友 有兴趣 喜欢听这些东西 都欢迎你分享给他们 希望这个影片 也是有趣 还有如果有些资讯 都会帮到大家 那无论如何 我们开始了 打边炉的启示 那 我觉得打边炉 是一个很有启示的一件事 那 如果我们当自己 每个人 是一块食材的话 即是食物的话 那其实我们 由打边炉那里 相信是会得到不同的启发 那我呢 现在就会讲 打边炉四个相关的 一些打边炉的特质 然后呢 我就由这些特质那里 讲一下 这些特质 带给我什么的启发 那我选了四个特质 分别就是 温度 湯底 醬料 和打边炉的很多选择 那我呢 每一部分呢 我就会讲讲 这个特质是什么 然后讲讲 这个特质带给我的启示 最后呢 我就会讲讲 这个打边炉带给我的 总结的看法 和启发 是什么 那首先呢 讲讲 第一个点 就是打边炉的温度 其实呢 这些打边炉呢 都是一样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 就是呢 它将一些东西 由不熟 变到熟 刚才呢 我们说 我们人是一个食材 那如果我们由不熟 变到熟 就是说 我们将自己 放在一个环境的时候 这个环境 是令到我们的性质 产生变化 你想像 你在一个很热的 打边炉的汤底 你打一只蛋下去 那只鸡蛋 是不是有些变化出现了 但是呢 其实这种变化 又视乎我们的特质 又不容易受到环境影响 你想像 如果我们是一块街市 买回来的豆腐 摆下去 那个变化呢 罩眼看下去 又好像没有蛋变化得那么大 所以呢 第一个 打边炉 温度带来的一些影响呢 令到我想就是 啊 我们究竟会不会受环境影响呢 那个启示就是 原来 都除了那个环境之外 都会涉及我们自己的个人特质 是会影响着我们受不受环境影响的 第二 打边炉呢 第二个常常我们会说的一个元素 就是 湯底 湯底 也是一个会影响我们食材味道的一样 食材是人来的嘛 我刚才说 例如 我们如果是吃一些 腐竹啊 山根 其实我们是很吸收到湯底的味道 如果是吸收得好的话 是会令到我们变得更加好的 所以呢 我们遇上什么环境呢 其实都会很影响 这些环境 就是我所说的 湯底 其实呢 都是有不同的性质的 例如 麻辣的湯底 是比较霸道 会比较强衡 改变了食材原有的味道 如果清湯的话呢 可能就比较是 淡一点 它比较容易 令食材可以见到自己 真我原本的状态 那究竟是麻辣好些 还是清湯好些 其实都看回食材本身的特质了 有时呢 有些人就会觉得 如果吃麻辣呢 很棒 可以令到有麻辣的味道 吃 但其实它不知不觉 是被环境所影响到 那 有些人呢 就是很坚持真我 那可能呢 他遇到麻辣的时候 就会觉得 麻辣想改变我 好像吃不到食材原本的味道 最想都是活出真我 那如果这些人呢 可能他就没有那么喜欢 一些很激烈的味道 其实会不会跟我们在职场工作 有类似呢 我们遇到的环境 我们遇到的上司 会不会带到给我们这些影响呢 第三 那就是醬料 有时呢 除了我们本身食材自己的味道之外 醬料也是一个影响我们的一个特质 那究竟 用什么醬料才是发挥到我们本身食材的味道呢 如果食材是人的话 那 例如 究竟我说一个中间少少 薑丝这个东西 究竟薑丝是用来辟味呢 还是提鲜呢 如果我们说辟味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太腥了 我们有一些我们觉得不好的味道 就好像我们的缺点那样 那我们要辟走它 那这个就是辟味 但是如果我们说提鲜的话 就是我们有一些鲜味 我们还没发挥出来 如果用薑丝可以将这些鲜味 拿出来强化它 就好像我们的优点 可不可以好好发挥那样 那其实呢 如果这样说的话 醬料 我们怎样用醬料 其实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的性格 优点缺点 究竟是怎样好好发挥我们的优点 怎样小心我们的缺点 不会影响到我们本身的发挥 那这个就是醬料 带给我们的启示 那第四就是多选择 很多人说喜欢打边炉 因为很多选择 很多选择 那如果说很多选择 很多选择 我们说除了醬料之外 也是很多食材的配搭 食材是人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是 整个打边炉里面的一块食材 其他的食材就好像我们的同伴那样 那有些人说喜欢很多不同的选择 其实很多人都会 很喜欢很多朋友 但是究竟我们那么喜欢多选择 其实是因为第一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还是第二我们什么都想要呢 很不同的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未必要那么多的食材 我们未必要叫到整桌东西的 可能吃一个受喜宵 其实它都是姜 然后一个汁 然后一些乌冬 一个牛肉 其实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那会不会我们追求多选择的时候 其实在追求多选择之前 我们可以清楚一点自己究竟是要什么呢 这个也是打边炉带给我的一个反思 那如果 人是食材 刚才说 食材的命运最后就是被人吃 在桌面那里 就好像我们人 死之前 其实我们都会是人终衰一死 那我们食材 临死之前 我们怎么将自己变得好味点 好像死得底一点 那人 会不会在死之前 发挥自己 发挥得好一点 都会死得底一点 这一生不枉过呢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可以我们思考的东西 那最后最后呢 我们刚才说了 很多都是说 环境如何改变食材的味道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呢 打边炉 如果你在开始之前 现在你拿个可能性 拿一口匙匙匙匙匙間 再喝一口匙匙匙匙 可以把这道湯混千リ 味道会不会同样 cidade 当然是不同啦 开始前和开始后的味道会不同啦 但是你想真點,無緣無故的味道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其實你加了什麼在湯底? 其實沒什麼,就是加了一些食材 六幾六,六幾六 其實食材,如果你這樣從這個角度看 湯底不是無緣無故變了味 而是每粒的食材發揮了少少的個人力量 再加上不同的食材發揮了少少的味道 不經不覺就改變了整個大環境 所以,打火鍋給我最大的啟示是什麼呢? 如果由這個湯底味道變化去看 最大的啟示也是今天的小小總結 就是,我們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以為自己的味道很少 其實我們的味道是比我們想像中更加濃 我們的力量是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強的 那打火鍋的啟示,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 挺搞笑的,已經結束了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樣呢? 歡迎留言說一下,我覺得挺搞笑的 如果有什麼特別,都簡單地說一下 好像那些A-Level那些 三分鐘個人短講的,都挺有趣的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樣呢? 打火鍋的啟示,一踢過 給點意見,給點feedback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是對這個影片有興趣有意見,歡迎你留言 我們是古惑仔,是一個講故事的頻道 今天就是講打火鍋的頻道 如果你對我們講故事有興趣 講不同的東西有興趣 講動漫、人物、漫畫 或者其他東西有興趣的 歡迎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點點點的鼓勵 又或者你是覺得 你身邊有一些人 是對這些有興趣 有需要 你喜歡聽這些 或者很多朋友說 當收音機這樣聽 就是洗東西 煮飯 那時候在這裡聽 都OK的 如果有這些的話 就歡迎你分享給他們 那今天這條影片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不知道什麼 topic 那時候再見 拜拜 照片 至此 הח必須佐 自廉 人聲 豌辣 貌